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第二页这边 其实你看了 我们现在其实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三银一云 对吧 有没有常听到 不能听到云端运算 对吧 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其实现在 很重要要让大家去 用云端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什么 在于 你现在的装置非常多 装置 我们讲装置嘛 不一定是电脑对不对 你看再来有可能是Smart TV啊 在家里面也可以啊 客厅也可以 那你的 电脑 对不对 有的人有平板 有的Notebook 又有手机 请问 你如果比如说你在宿舍的电脑 那我曾经找了某些网站之后 我现在可能来到这边电脑教室 或者我的手机上 我突然想到我刚刚有找到什么 想要正面再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或者同学刚好问啊 我可以告诉他 结果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同步一下 对不对 要同步一下 那 这边同步也可以 那么我们利用RSS 当然也可以 所以 其实这个三银一云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利用云端可以帮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资料 同步化 让你可以尽量走到哪里你的资讯是一致的 这样有个好处你的思考比较不容易中断 比如说我今天在 宿舍找了啊来这边 我又要重新找一次 那也许你刚刚可是花10分钟 可在这边也许找2分钟3分钟 但是要不要时间 也是要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他同步 我刚刚就是用那个好 来这边就继续 接续下去的话是就比较快 所以现在其实 也有一些 那个办公室他们是什么 没有固定座位的 坐下就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他登录之后都是云端的 也就是 等于你的电脑变成以前我们大电脑时代 那种叫中端机 资料通通处置在大电脑里面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那只是现在的电脑速度比较快而已 那么你今天要开始这些东西之前 其实还是要从哪里 从你的个人电脑开始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部分大家的个人电脑 都是微软的 或者苹果的 对不对 苹果可能稍微比较少一点 在台湾 那 不管你是哪一个 基本上如果你是 你的 电脑都管不好了 多了两三台 干我困冷观 只会更乱而已嘛 对不对 那边也用那边也用 你看你们现在手机 有没有常常在拍照 照片有存下来吗 数位时代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记忆的医师不是片段 是全部 电脑坏了 哇糟糕 以前的那些 照片通通没有洗出来嘛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洗出来啊 没有洗出来之后 以前的回忆都没有了 对不对 对呀 我们家那个 照相馆 他外面就特别贴一条这个 数位时代 照相 还是要印出来 还是要洗出来 千万不要放在电脑后悔来不及 因为救过来 因为电脑也是坏啊 硬碟也是坏啊 你有没有遇过 硬碟坏掉 或甚至丢掉的 掉了怎么办 最好是捡起来就好 但是万一掉了是别人捡走那就惨了 所以这个 数位时代里面这个是 会一个困扰 所以如果你能够同步的话 你可以相对来讲医师比较少 所以现在 也有很多云端硬碟的服务嘛 对不对 那 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个人电脑里面 个人电脑里面你要管的话 因为像我们学校这边基本上都是用Windows7的 那你Windows8也是一样 会有几个东西 首先你要会 做什么 档案管理 那我先问一下 各位 你们的座位系统 自己在用的 是都是Windows7吗 请问有没有用档案柜 蛤 柜子都空空的 档案柜就是以前我的文件夹 好我的文件夹 但是 你在SP时代的时候 你用我的文件夹 你有没有用 大家都延续嘛 以前不用现在就不要用 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又被我感骗了 其实 档案柜你要善用一下 为什么 因为跟我的文件一样 你到哪里都看得到 对不对 对呀 你看喔 我要开旧档 要存档 有没有到处的我的文件夹 以前你在WindowsSP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什么资料都存到我的文件夹 那 现在呢 档案 这个媒体柜是跟他类似的概念 但是呢 他有很大的改变就是 以前我们的我的文件夹 都固定放在西草里面 对吧 跟你的账号是在一起的 现在呢 所谓的媒体柜 他已经变成一个 捷径的概念了 因为以前我们都不会 都不会那么乖 都会放在那里嘛 我会放比如说我的D槽 E槽 因为我们都知道 系统 跟资料 是要分开的 好那所以 现在呢他把这个概念引进来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只是一个捷径 你的媒体柜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存取到 我的资料放在哪里随便 但是你可以变成一个捷径 又可以做整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你看这边 如果打开我的档案 档案总管 好 您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 在这里 有没有 这边就是 我抱歉好 我忘记广播了 难怪刚刚大家一直看着 好 您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媒体柜 对不对 那乍看之下跟以前我们的那个我的文件夹 应该都很像吧 没错 那么现在呢这些地方 你也可以像这个就是我自己建的 我可以建一个在这里 可是呢你看 我把这里打开 你看这里 我的这些资料 也没有发现我的 这个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稀草 有发现了吧 好所以 你可以像这样子 你在媒体柜这边你可以按右键 新增自己的 媒体柜 这个是好像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进来之后你可以再去设定说我要放 哪几个好像捷径那种概念 当然你也可以用他内建的 只是我不需要用他内建的 我希望我放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自己建一个媒体柜单独的媒体柜出来 那今天比如说我如果是F巢里面 好 这个地方 毕业照 这里 常常会用到 那我可以把它加入媒体柜 有没有 从这边 把它加到 看要哪一个 这样就进去了 这样你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其实 你用的Windows 7 那 也要麻烦你 升级一下 把以前的 我的文件夹再拿回来用 他真的有比较好的 有比较好一点的 不过他有个缺点 你知道什么缺点吗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些东西 万一 如果你以后 比如说你要做备份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是没办法备份起来 也就是说你系统重装 我们一般捷径我们可以把它丢回去嘛 可是这里不行 你等于说万一你的电脑重装了你这个 媒体柜还是要重新再设定一下 不过对我们来讲还好因为他只是一个捷径 里面资料我不用担心 好所以这样对 虽然有那么小缺点但是 就不是很重要的 这样没问题吧 好所以这个 这个是第1个你如果在用这个 Windows 7的档案管理的时候 一定要会的 那么再来就是 很重要的 Windows 7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全文检索 各位有用过吗 以前 你们在找资料的时候都怎么找 档案总管有没有一个搜寻 档案总管不是有叫搜寻吗 对不对 好用吗 很难用 最主要是难用还没关系 通常都找不到我要的 哈哈哈 这才是比较大麻烦 对不对 好所以 我们希望他好用 那Windows 7以后他支援全文检索 那既然支援全文检索 代表的意思就是 不是只有档案跟资料假名称 内容都找得到 内容都找到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找一个 这个新制图 好了 你看我去找 那 这里呢 我是比较建议各位你可以用这里 你看我们键盘上不是有一个微软的符号吗 对不对 应该说两个啦 通常正常键盘大的键盘都有两个 对不对 你如果按当按一下是开始 那么 如果你这个加上F 就是什么 Find 就是 寻找 好 来这边 我把这关掉 这个加F 你从这里也可以哦 你看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找 有没有 好所以你用哪一个都没关系 那 只是一般用 打看中管那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 我就这样去找 你看 在这边 这个是 档案名称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Word里面的文件也找得到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相对就比较 有用一点 而且速度相对不会太慢 好你看影片的档案名称 对不对 这个是档案名称 好我们再往下找看看有没有 好 这里也是一样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里面的话这样子对我们在找东西就真的是比较有用的 好所以你在这个 Windows7以后 当然包括Windows8 这个的话呢一定要会用 不过Windows8 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所以被大家 就是开始这一列已经不见了 所以有些人还是努力找回来 好那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样的方法 支援 NTFS 的这种档案系统 各位有注意过你的 硬碟 是什么样的档案系统吗 比较少对不对 我们来试看看 你看 其实你按到那个 我的电脑 电脑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上面 一般正常来讲 各位预设安装起来 都是 NTFS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 您看这里有没有写 来 有没有 档案系统是不是 NTFS 但是 什么时候你的可能会没有 比如说 你有你的那个什么 那个随身碟 还有 那个数位相机的 G卡 有没有 他们都是 FAT32的 那这个 很抱歉 他的全文检索就到不了那里 也就是说全文检索只能支援到NTFS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格式化的时候 或者你随身碟 你没有特别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格式成那个NTFS 不过 他的缺点就是 这个 只给谁用 只能给Windows用 因为那是Windows的特殊格式 他会用FAT32就是因为他相容到不同的 装置 所以如果你可能会在不同装置 或者Linus 苹果的 还是在数位相机里面 有没有 去用的 那那个 就不能把它格式化成NTFS 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才不会说奇怪 怎么延期的时候有讲 我找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稍微留意一下 这样OK吗 可以 好 那么 待会呢 我们再讲讲下面的 我就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你可以先稍微试看看我们刚讲的媒体贵 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档案搜寻全文检索的方法 好 好 好 谢谢 感谢观看